我这个人是比较粗心大意的 不大喜欢管这些细致上的事情 更别说管钱了 但是我们在情况有的时候又逼不得已 因为我们就经常在不同的国家 就出于语言的问题 因为到了美国的时候 我是不会讲英文的 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 我是不会讲英文 当然就不可能管这些事情 然后都是我先生管 那在中国或者日本的时候 就都是我在管 我真的是不喜欢 不喜欢行动这些事情 但是没有办法 那所以呢 来到这里我就比较省心 我就只管花钱 不管钱 就是回来把单子一给他 他就自己去 对就去还块的块 我也不管 我到现在可能说起来很惭愧 我都不知道去怎么使用 还块的块 大家会说 有的姊妹们会说 你好省心啊 我说对 我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能不管就不管的人 那 其实但是很感恩的就是 因为我们两个都经历了这么多年的 经历了很多这样子的苦的日子 所以呢 我们两个就是有一个原则 我们两个结婚以后就是原则就是只买需要的东西 不买想要的东西 因为不知道哪天要搬家 买多的东西怎么办呢 就这么几个箱子也没有地方 也没有地方放啊 所以我们就只买需要的东西 不买想要的东西 我们家孩子就也知道我们两个怎样子的原则 所以当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只问他们要可能需要的东西 也不会多要 我们家小女儿八岁 她今年才问我们 我觉得我什么都有了 我不想要什么东西 那圣诞节可不可以给钱呢 她问了我一句 圣诞节可不可以给钱呢 我们就觉得 好吧 可能会给她几道这样子 我们是父母怎么样在做 怎么样在靠着 就是依靠着神怎样去做的时候 当我们行出来的样子 不要说一千句话一万句话 对孩子的影响都要多 真的是这个样子 就是她看到我们怎么样 所以她们两个也就是这样 只买她们 她们觉得需要的东西了 就是 在别人世人眼里看 她们会说 你们怎么这么小气啊 对孩子这么小气啊 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不是小气了 在这 她们也知道 在我们该付出的时候 就会很大大方方的付出 就她们也知道 因为我们家怎样子 做什么事情 都会跟孩子一起讲的 不是跟他们说商量 就是告诉她们怎么样子 对孩子们 对孩子们 都会说 对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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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说